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后,越军感到吃了亏,想办法要找回面子,除继续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外,还越境占据边界期限点,有更大企图,要消灭对方100公里境内的侵略据点,来一次反反击战。 图。1986年即将奔赴战争前线的士兵们,在出发前合影留念,赤胆中心报国制。 于是,越军在广西方向侵占扎卡山,在银南方向侵占罗家平大山、寇林山、老山、者一山、巴黎和东山,控制了相当一段地方的边境极限地区。 图。 蒋明战士与战地记者一起合影,越军利用老山的有利地形,修筑防御攻势,建立了多个军事据点群,并不断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,造成了许多严重流血事件。 据统计,从1979年3月,到1984年4月的四年多时间里,越军向马里坡境内开枪开炮690多次。 图。 战地记者拍摄的前线战士生活场面,1984年4月28日,至5月15日,我国部队发起中越边境把扁还击作战,浴血奋战。 先后攻占老山,662.6高地,巴厘和东山地区的68个主要高地,共歼灭越军营长以下1898人。 沉重打击了越南的侵略企业。 图。 老山前线。 一名战士身上挂满了武器。 在这次作战中,我国军队不仅收复了被越南侵占的老山中国一侧领土,还打到了越南境内,占领了老山当面纵身近两公里范围内的部分越南领土。 此后越军围重新夺回老山,连续向卫军发起大规模反扑,双方持续进行拉锯争夺,不断向前线调兵潜将。 直至发展为历史五年多的老山轮战。 图。 两名老山前线战士,正在商讨战术。 由于老山地区的特殊环境所致,坦克等武器无法施展。 越南与我国都在此地部署了大量的特种军事力量。 这也堪称我国特种兵作战的开端。 我军先后组建15支侦察大队。 他们全部来自前军中抽调的精英。 侦察大队的战士们战斗力如何? 图为第15侦察大队战士活捉了两名战俘。 大队领导亲自押送回来。 霸气。 大队领导亲自押送回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